今天在跟大家講什麼是大延滿 講這個大延滿法 大 什麼是大延滿 一個大字 大延滿 大延滿法就是講這個大 為什麼講大呢 以前有人問佛 什麼叫做大 佛的回答非常好 佛陀的回答 一道合則大 你跟道相應了 相合了 你就是大 在修行上是這樣子講 一道合則大 這是最大的 無上的 所以這個大延滿的意思 在佛法裡面講起來 我們今天講大延滿 就是講所有的佛法 全部在這裡面就叫做大 也就是這樣子才叫做大 這裡有講到一個 如果你生氣了 是因為你自己不夠大度 大度 大度 就是你沒有很大的度量 所以你才睡生氣 如果你 你悔悶 悔悶 如果你悔悶 是因為自己不夠豁達 自己不夠豁達 如果你豁達 就不會有悔悶 如果你焦慮 是因為自己不夠衝容 你衝容 你衝容的人 就不會 像師尊衝容的人 在做附魔火供的時候 閉著眼睛 稍微休息一下就很衝容 就慢慢來慢慢做 慢慢來慢慢做 也不緊張 也不怎麼樣 閉著眼睛 打手印 閉著眼睛 做貢養 不可以 閉著眼睛 做貢養會丟錯地方 還是要張開眼睛 師尊就慢慢做 手印也慢慢打 一個手印 一個手印慢慢打 這個就是衝容 不要焦慮 什麼事情你都不用焦慮 做在法座上 你也不用焦慮 輕輕鬆鬆的 說法也輕輕鬆鬆的 管他的 反正什麼都會過去 要衝容 如果你悲傷 是因為自己不夠堅強 對不對 如果堅強的人 他不悲傷 如果你惆悵 是因為你自己不夠陽光 你躲在你的暗處裡面 在那邊憂愁 惆悵 當然啦 你不夠陽光 你要走出來 面向太陽 如果你激怒 是因為自己不夠優秀 現在這很多人毀謹 很多人毀謹師尊啦 對不對 他們是因為自己不夠優秀 阿彌陀佛 善哉 善哉 我應該要謙虛一點 為什麼你會激怒 他太有錢啦 因為你自己錢少 所謂你激怒 比爾街 為什麼你那麼有錢 我就沒有錢 就佛大了 為什麼你那麼多 度那麼多重 我才那麼少 我就佛大了 為什麼我罵你 你完全一點哀傷都沒有 還是那麼快樂 我更火大了 對不對 因為我很豁達 很豁達 很衝容 我的量很大 這個度量很大 所以一切都無所謂 如果你基督 是因為自己不夠優秀 自己不行 師尊身體很強壯 那麼 因為你自己揚迴嗎 這又太過分了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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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過分了 太過分了 每一個煩惱的根源 都是在自己 坦白講 每一個煩惱的根源 都是自己 師尊在燒護膜的時候 把這個護膜木 拿著 放下去 希望煩惱消除 化苦為樂 這個 這個就是要消除 種種的煩惱 煩惱的根源 不是別人給你的 完全在自己 師尊為什麼沒有煩惱 外面這麼多的這個 哇 這個罵這個 罵東 從東罵到西 從西罵到東 從南罵到北 從北罵到南 幾乎全部都罵了 可以講身體啊 體無玩乎啊 連一個毛細孔都罵了 連一根毛都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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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一個毛細孔都罵了 為什麼師尊沒有煩惱 因為大度豁達 從容堅強陽光 還有非常超盛 你只要做到這個 你就沒有什麼煩惱 煩惱就消除掉了 其實煩惱都在於你根源你自己 跟別人沒有什麼關係的 每一次如果有煩惱出現 你就把它消滅掉 然後我們要改正自己的缺點 謙虛一點就是說 人家給你批評了 你就要改正自己的缺點 能夠改正自己的缺點 就可以由 就可以歸儀正 歸儀正 讓你自己本身更加的優秀 什麼叫做大呢 就是包含了一切 剛剛也是包含了一切 你能夠這樣子就包含了一切 包含了一切 你就變成大 你有這些煩惱 你就變成小 大小的分別在這裡 什麼是大 什麼是大 你包含了一切 什麼是小 你本身心就很小 小心眼 烏龜看力鬥 夜看夜對眼 為什麼 因為你的眼睛小 眼睛小 像我們眼光很大 師尊眼睛雖然小 但是心很大 心眼很大 心非常的大 像師尊看到那個漂亮小姐 那個就會這個 my heart 蹦蹦 my heart 蹦蹦 有這條歌 有沒有 my heart 蹦蹦 小路亂創 不過是這樣子 我們欣賞花一樣 欣賞一朵花一樣 要珍惜這一朵花 珍惜花的成長 要愛這一朵花 這樣子才是對的吧 對不對 心胸要很寬大 心胸很寬大 就是大 你心量非常假小 你就看那個人 連他的腳指頭 他的腳的指頭 長灰指甲 你都看出來 師尊以前有長灰指甲 有一段時間大概 現在完全是好 因為佛親是那個 Doctor Doctor不是醫生 他是法學博士 他去給我買一種 插妃 美國有一種藥 是插妃指甲的藥 每天給他塗一次或者兩遍 差不多半个月到一个月 你的指甲就完全好 人家也看出我的非指甲 可见他眼睛的渺小 看到我的指甲去 厉害 连我的非指甲你都知道 这个真是非常的高明 你可以当侦探 可以当侦探 但是心量不要那么小 我们讲大圆满 就是包容了所有的佛法 那么什么叫做圆满呢 这圆满就很难讲 什么叫做圆满 在佛法里面的圆满 是最高的位置 最高 最无上 最高 最无上的 什么叫圆满 它离开所有的污秽 我昨天晚上讲了 我们要能够迎请佛菩萨融入你的身体里面 先要把自己身上的垃圾全部给它扫干净 你要欢迎一个客人到你的家来住 你不把那些蜘蛛 蜘蛛网 飞尘 垃圾 旧报纸 这个脏的水 还有那个 不是不把家里弄干净吗 把自己的棉被叠好 对不对 把自己的床铺整理好 把所有的东西归位 摆得不整齐的全部让它整齐 打扫干净 才能让佛菩萨住到你自己的家来 这个叫做离后吧 那个扣 够 污垢 离够 叫做离够 离开所有的污秽的东西 你如果离开所有污秽的东西 佛菩萨就可以融入你的身体里面 那你的这个七情六义啊 你的浮事乱想啊 你的妄恋啊 你的爱恨情仇啊 全部通通要给它扫干净了 这个叫做离寇 还要明空 什么东西最干净 我们现在讲什么东西最干净 我们看无云晴空 没有云的晴空 哇 看得好远啊 像山 山河大地都非常的清楚 好远的那个Mountain Mountain这个 我们这边这个山叫做 瑞年山 Mountain Rainier Mountain Rainier 我们都看得很清楚 表示空气非常的干净 我们人的身体一样 要非常的干净 Mountain Rainier 可以看到Mountain Rainier 那么远 所有的附近空气很干净 非常的清明 这个明空的这种现象 可以讲 你要知道这世界上 所有一切的东西 所有犯化出来的东西 全部都是空的 全部都是犯化出来的 你的心啊 完全空掉 这个佛菩萨常常进来 这个有一个比喻啊 像这一杯水是满的 我喝一口 这杯水是满的啦 你再加水不用加啦 因为一加它就满出来了 佛菩萨要到你的身体里面 它要下降到这杯水里面 这杯水是满的 它不能进来啊 你空的杯子才能够加水啊 所以你把自己身体全部放空 全部都是空的 佛菩萨才能够进来啊 空明空 离寇明空 就是圆满 另外还有一点 内证智慧 内证智 不加上这个慧智 就变成内证智 你自己证明自己 本身是充满智慧的 充满甘露的 充满智慧的 充满善良的 这个佛菩萨才会进来啊 不只是这样喔 在外面来讲起来 你也是亲近的 在里面 身子里面也是亲近的 这个叫做内外双容 里面跟外面完全融合为一 内外双容 我常常讲说我们念咒的时候啊 你要先刷牙 先刷个牙 然后再念咒 先刷牙 让你口气芬芳 你念咒啊 念出来的咒啊 自己闻到都闻到自己的口臭 这个外面就不亲近了 所以有时候啊 我们要修一谈法 要沐浴静深 沐浴就是你先洗一个澡吧 先冲个凉 冲凉 先冲凉一下 然后把它擦干净 这表示外面已经亲近了 里面还不知道 你外面先亲近了再说 先沐浴静深 静深呢 就是把身体弄干净了 外面弄干净了 你不能穿着一件道袍 已经五年没有洗了 二十年没有洗了 还有呢 你的脚都没有洗 自己啊 都还有很多的 自己先把自己先亲近了 就是外亲近 还要念亲近 就是心灵上的亲近 你不能够胡思乱想 不能给我万念 不能有七情六义 所以这个叫做内外双隆 外面亲近了 里面也亲近了 身体 口 意念都亲近了 叫你刷刷牙再去念经 不然啦 你念完经啦 这本经都 聞起来都有臭味 这本经 这本经啊 你念啊 开始念了 念金刚经啊 然后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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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 念完了 这本书都臭掉了 这个口臭严重的 我曾经讲过一个笑话 有一个口臭严重 我不敢讲他口臭 我说你只要一讲话 这些花都会 就完蛋了 我已经给他暗示了 他还是不清楚 有很多人口臭自己没有不知道 口臭自己不知道 但是我已经给他暗示了 我说你只要你一讲话 这些花都会枯萎 都会变成本来花是开放的 你一讲话 他就 就这样 他还是不知道啊 不知道我就没办法教他了 我说你看看 你去找一个牙科洗洗牙吧 找一个牙科洗洗牙好不好 他说我牙齿很健康啊 我说没办法啦 我又没办法 那你去 有没有去检查胃啊 你的胃有没有问题啊 还是你的消化不良 还是你的胃本身有问题 我都会做一种暗示 不敢讲他口臭 因为口臭 直接对人讲你有口臭 就是很伤人家的心啊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 你应该去看看牙科洗洗牙 刷牙刷干净一点 要用水冲 牙科医师知道的 用水啊 冲啊 用牙尖刷啊 用牙线啊 先把里面腐败的东西先清干净啊 牙齿这个 这个 用电动牙刷也好 用电动牙刷刷一刷干净一点 让牙齿亮一点 亮一点也好看啊 对 牙齿亮而且整齐都好 而且你跟人家讲话 人家不会 很多人来问世喔 我都是这样子 他一靠过来讲 一靠过来讲 一熏到我这里 我这个皮肤都黑掉 真的 我那个味道实在是不能闻的啦 我叫你念经词咒 你用这种气味念经词咒 不行啦 身口意要清净啦 口味也要清净啦 身体也要清净啦 意念也要清净啦 叫身口意清净 这个内外双容 你又有智慧 有如来的智慧 在你的心中 心灵上 又是非常高尚 这叫做圆满 你是无上的 心灵无上的清净 就是圆满 你身体无上的清净 就是圆满 你的口清净 就是圆满 你不能说嘴巴非常的干净 但是讲出来的话 都是骂人的粗话 这就不太好了 不过讲实在话啦 以前喔 我也曾经骂粗话 骂粗话的时候 特别的有一个味道 特别的舒服 讲粗话会特别的舒服 很奇怪喔 但是其实这种话也不应该讲 这种话其实 自己心里舒服 人家听到不舒服 别人听到不舒服 所以不好 不可以讲粗话 不可以讲粗口 讲话要讲柔软的话 要圆满 柔软的语言 圆满的语言 使人快乐 你批评人家 骂人家 或者刺激人家 或者是怒骂人家 别人都不会舒服 要赢得你的朋友 减少你的敌人 你就要讲很优美的话 很温柔的话 很善良的话 含有甜蜜的话 这个才是对的 所以这个口的清净 以这种口来念咒 他就清净 以自己的身体来行动 他就是圆满的 就是清净圆满 这个叫做圆满 大圆满法 就是教你 你的外清净 跟内清净 能够看到自己 原来本继的智慧 本继的佛性 这个叫做大圆满法 是无上的 那今天就是解释 这个大圆满法 就知道了 是 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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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